您有操演今天在三軍的連續基地登場 分別由空軍出動了IDF巾國戰機 以及陸軍航特部出動了OH-58D直升機 進行空對地射擊 地面部隊也出動各式裝甲車 不過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部分的射擊訓練受到了影響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IDF巾國戰機 在空中盤旋釋放熱焰彈 模擬干擾敵軍的紅外線 另外有航特部的齊奧瓦偵察直升機 發射了海神火箭以及50機炮 另外也有黑鷹直升機 以及其他地面部隊的火力支援 儘管天氣受到了颱風影響 再加上恒春的風勢強勁 有些射擊並沒有命中拔驅 不過國軍官兵們依舊是不為環境影響 照行程操演再度展現了 國軍保家衛國的決心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